明万历四十四年 在大朝会召开之际 发生了一起文武官员大打出手 血剑子进城的案件 涉案官员一个是当朝御史 一个是一品武官 平日里两人不但相互交好 甚至还认了同宗 两位曾经称兄道弟的朝廷命官 却不顾礼仪扭打撕扯 这反常的举动背后 有着怎样的原因 万历皇帝得知此事 针对这桩有失体统的斗欧案件 又会如何处理呢 南开大学百化教授将为您讲述 明清域批案之官员打架在皇城 这些都是发生在基层的案件 却得到了皇帝的特别批示 是帝王对民间所示 基层小利情有无忠 还是这些案件也事关重大 甚至影响江山设计 细致入微的批示 包含了帝王怎样的用心 他与律法又会有怎样的谋畏 看百话系数 明清域批案 洞察域批背后的生意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明万历四十四年 也就是1616年 正月初一 按照制度 文武百官及外国使臣 应该入朝行庆贺礼 但万历地 已经二十多年不见朝臣 这个庆贺礼 只能够在五门外举行 几千名官员 及外国使臣进行朝贺 场面很大 行礼完毕 纷纷退出 就在这时 端门前冲出几个人来 手持铁钩 围着御史 林汉冲 殴打 参与朝会的五官们 有带着兵认的 纷纷拔刀向前 护住林御史 他已经被打得 头破血流了 朝服也被撕烂了 护卫急忙赶来 将行刑之人 全部拿下 却发现 乃是京城巡捕提督 督督府同志 一品五官林英登 林提督与林御史 都是苏州府长州县人士 两个人同族 为什么会在端门大打出手呢 负责皇城治安守卫的 巡视皇城几世中 不敢隐瞒 急忙将此事揍文万利地 究竟什么原因 促成两个官员 在端门前大打出手呢 万利地 如何促制此事呢 还要从头说起 原来林汉冲是近世出身 来到京城 景乌金 虽然有坐师前辈与同僚 毕竟是难以得到他们的照应 在京城文武百官中 有一个叫做林英登哲 武进士出身 官居一品都督府同志 为京师寻谱云提督 林一史查了查 林提督的籍贯 乃是苏州府长州眷人士 与自己同籍贯 都是姓林 弄不好还是同族之人 便登门拜访 果然 他们同宗同族 论起来 也就刚刚出了五福 他相遇故之 两个人便论起亲起来 按照谱系 林一史应该称林提督为兄 世人结交虚黄金 黄金不多交不深 林一史认亲 是因为林提督是一品五官 而且负责京师治安 多少都会有个照应 林提督认亲 是因为林一史有弹劾百官的权利 身为天子的言官 有直接上述皇帝的权利 到时候 在皇帝面前每言几句 还能得到重用 可以说 两个人最初认同族的时候 都是基于自己的利益 见机在利益基础上的交情 是在双方 没有什么利益纠纷的情况下 交情可以使他们增进感情 常言道 夫妻本是同林鸟 祸到临头各自飞 夫妻在利害面前赏气如此 这种基于利益上的同族 在利害面前就更加一文不值了 林玉石与林提督认为同族 称兄道弟 为了是这位为武官的人兄 能够照顾自己 却没有想到 林提督负责精师治安 实时敲诈平民 祸害百姓 在文武官员之中 口碑甚差 林玉石非但没有得到 林提督的任何好处 却总招同僚及上司的白眼 因此不敢与林提督过分亲近 有一天 京城发现了一起 坚民谋反案 办理此案者正是林提督 所谓的妖民 就是假借诈术以 宽祸于民 他们除了以妖患之术 骗起心中的钱财之外 还封官润赏 煽祸民众 阴谋聚重闹事 想改朝换代 另立名后 正因为如此 一旦出现妖民祸仲案件 所牵连的人 必然很多 而承办此案的官员 若是贪财 必定株连妖赏 或者大肆所惠 林提督承办这样有油水的案子 当然不会坐实其力的 所以大肆逐连 横家勒索 赚取四千两百银 当时官场的潜规则是 自己赚钱不能够独吞 必须是三七分钱 相关的官员得到三分分 自己得到七分 可以保庭安 林提督 该给的钱都给了 唯独忘了自己这位老乡 同族老弟 但林提督看来 既然是同族 就不应该计较这些 更何况 自己官居一匹 他才是个七品官 所以没有分钱给林医师 也没有告诉自己承办此案 赚了多少钱 林医师来到京师 给林提督带来不少礼物 原本期望林提督能够照应自己 却不想 林提督口碑正差 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考数 却总遭人白眼 更没有想到 林提督非常不照顾自己 做起事来 从来不关受自己的感受 如今他得了利益 也不肯分半分 还让自己遭非议 既然林提督不给自己利益 又从他那儿得不到任何好处 倒不如反隔一击 让同僚与上司们 得知林医师与林提督 不是一路人 也可以看得他 举合不必亲的义据 便四处调查 得知林图图办此案的时候 得赢四千两百银 便写了谈何走诈 将之谈何了 作为兄长 林提督却对林御史毫无关照 这让一心寻求庇护的林御史 气不打一处来 一指奏章将林提督弹劾 眼看着自己的老弟翻脸不认人 身居高位的林提督该如何应对 一场同族兄弟之间的利益纠纷 最终演变成了朝会上的一场 欧斗脑剧 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 南开大学百化教授继续为您讲述 明清御批案之官员打架 在黄成 林提督得知林御史弹劾自己 非常恼火 是他找我来认同族 还称我为掌兄 如今掌兄不认了 却向皇帝弹劾自己 如何能咽下这口气 林提督是五人 原本想首刃林御史 身为一贫五直 身边总有谋士 他们不希望林提督鲁莽行事 应该上述为自己辩解 他能够弹劾你 你就不能够弹劾他了吗 在谋士的策划下 林提督四处查证 得知林御史在扶清为支县的时候 也是贪赃枉法 而得到御史之后 凭借弹劾的权力 公然向别人所会 所以一面为自己辩解 一面弹劾林御史 威奸作弊 林御史与林提督的 互相弹劾奏章 都送入皇宫 万利帝一看是 他们相互弹劾的事情 便将之留终 不予公布 也不予处理 然后以观实变 这是万利帝处理 张作的惯用手段 却没有想到 这个两个人相互弹劾 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林御御在皇帝不离此事 竟然想用武夫的办法 解决此事 因此在踏朝贺的时候 带上两枚钦线 手持铁钩 准备在皇城端门 将林御史打死 却没有想到 一铁钩下去 林御史倒地 周围的文武官员 都上来保护 而皇城卫士 将他们拿下 万利帝得知 肇事者乃是林英登 认为他在皇城之内 殴打辱骂御史 扰乱朝夷 实在不太像话 当即下旨 将其革职 并批示云 九卿从公会看 不得寻情庇护 也就是说 这两个人相互告诫之事 由九卿会议秉公勘论 不允许寻情庇护任何人 所谓的九卿会议 是一种规模较大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部门 涉及到中央所有的主要机构 按照规定 六科几十中 十三道御史 也要参加会议 他们往往还是 主要的议论者 在会议上 六科几十中率先表态 他们认为 在大朝会上心胸 乃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灵意识 乃是皇上的侍从之臣 灵提多 对其殴打辱骂 就是殴打辱骂朝廷 如果不从严惩治 就无以明朝廷的威严 十三道御史 因为灵御史是他们的同僚 当然也不会乐坏 纷纷表态说 灵御史弹劾灵提多的事情 还没有落实 却先被灵提多殴打 即便是小人 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可见灵提多 穷凶极恶 太甚 这种做法 对朝张国体的伤害 实在太多 应该予以延长 这些提议 呈报给万利地 科道官们万万没有想到 万利地根本不理睬他们的提议 还说他们多事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科道官们 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在大年初一的朝会上 灵御史被兄长灵提多 暴打的险些丢了性命 各方科道官员上书 要求严惩灵提多 万利皇帝 却对他们的提议毫不理睬 这不由得让人感到惊讶和疑惑 那么万利皇帝 做出如此不同寻常的批示 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原来 灵提多在京师负责社会治安 当然要在朝中结识一些大臣 更要结识宦官 才能做到朝里有人 宫内有缘 之所以他敢于横行无际 在大朝会上于皇臣端门殴打 就是因为他有恃无恐 如今灵提多虽然先被罢免官职 但还没有治罪 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关系 通过皇帝身边的宦官游说 万利帝并没有认定就是灵提多犯罪 而是灵御史与灵提多互相攻击所致 不能够仅仅怪罪一人 在万利帝看来 灵御史与灵提多是同族 彼此发生纠纷 乃是族内之事 所以批示九星会议 主要追究他们互相公结的责任 如果一方设期 一定要从严处置 对于万利帝的批示 柯道官颇有非议 其中 李柯几世中 于茂兹认为 皇上圣旨讲了一个言字 而声称 灵御史参合灵提多 灵提多反咬灵御史 乃是互相攻击 如果这样的话 恐怕监察官员说话 不再有分量 奸恶小人 更加得以横行 皇上的干计 还有谁为之守护呢 这样质疑皇帝批示 互相公结 引起万利帝的强烈不满 他认为分明是 于己是中 强词夺理 所以下令将其罚奉半年 以示惩罚 万利帝没有想到 柯道官最不怕处分 因为越是处分他们 就越显得他们 有争争铁骨 不但能够得到朝野的尊敬 而且可以获得名声 也就有了好前程 所以又由李御史提出 灵提多身为武官 擅自进入皇城禁地 欧商林一使 却认为他们相互公结 彼此都已知罪 这不是按照法律办事 万利帝认为 李越史与于己事中 结党英私 所以予以罚奉一年 万利帝不容身边地 对柯道官进行处置 也引起内阁大臣们的非议 他们认为 行凶的灵提多 还没有予以知罪 执法的柯道官们 却先遭到处分 这是友商国体的事情 应该先审讯灵提多 将其治罪 再由九卿会刊 他们相互公结的事事 面对内阁大臣们的提议 万利帝依然是不听 似乎将此案 无限期的拖延下去 就在此时 御史翟凤冲 发现林提督 与内庭宦官行洪有来法 而行洪四处奔走 要为林提督免罪 翟御史认为 皇帝的一切政令 作为大臣不能够参与 身为小臣者 又不能够提出自己的意见 只有宦官在皇帝的周围 逢营弄权 所以 近来的圣旨 都不让内阁票逆 都由宦官传达 号称宗旨 这样下去 宦官会成为 口含天线的专权者 天下将来会没有皇帝了 直接指示宦官 并影射皇帝任用情想 万里帝当然不能够容忍 因此认为 宅御史 偏向自己同类 阻止对林御史 林提多 共同异罪的大策 所以将宅御史调到外任 对于万里帝的处置 内阁及科道官 都认为不同 纷纷上述劝简 万里帝就是不听 一齐御史 遭人暴打的案件 却在宦官的游说下 被万里皇帝定性为 双方都有过错的 打架事件 不但当事人面临严厉惩 为案件奔走的科道官员 也纷纷遭受处罚 事已至此 这起朝会上的闹剧会如何收场 面对众多官员的强烈反对 万里皇帝依旧一意孤行 要把林御史和林提多 一同治罪 这究竟又是因为什么 南开大学百化教授 继续为您讲述 明清玉批案之 官员打架在皇城 这些都是发生在基层的案件 却得到了皇帝的特别批示 是帝王对民间所示 基层小力情有不忠 还是这些案件也事关重大 甚至影响江山设计 细致入微的批示 包含了帝王怎样的用心 他与律法又会有怎样的模拟 看百话细数 明清玉批案 洞察玉批背后的生意 敬请关注 既然皇帝已经定下了基调 科道官纷纷简征 已经是于事无补 所以九卿会议 只能够按照皇帝的旨意申理 九卿会议认为 灵御史与灵提督是同乡 又互认是一族之人 因此他受到告解与殴打 乃是自找的 应该将灵御史解任 勒令回击 以为交友不慎者之界 至于灵提督 以妖民案件敲诈多人 又在朝会之日 亲自殴打灵御史 以致禁门迭血 险些酿成人命 这是灵提督 无君无法之大者 应发三法司予以问罪 这种两方均以处罚的方式 符合万利所定的基调 所以万利提下旨 灵汉称 照不谨利 官代贤助 灵英灯 孤免死 发云南蓝仓未重勋 就这样 灵御史 虽然不顾亲族之情 公然弹劾 灵提督不法 却因自认识同族 也被革职 其理由是不谨 也就是不谨慎 灵提督 公然在大朝会之时 于皇城用铁钩 殴打灵御史 导致灵御史 头被打破 昏厥在地 要不是灵御史 家人抢救及时 恐怕早已经死气 这样目无法计 仅仅是免死中军 而被他殴打的灵御史 也要被处分 此案的灵御史 与灵提督 都不是什么善人 灵御史 与灵提督 在一起 就有如老鼠 与狐狸 住在一起 根本 就不能够成为伙伴 其反目 乃是早晚的事情 只是这两个人相争 各自牵连出许多人 灵御史是阎官 磕道官是其天然的盟友 所以纷纷地为其名不平 灵提督是个武官 负责京师治安 结交许多中贵人 及王公大臣 即便是在利益上的盟友 在有可能避祸的情况下 也有可以伸出援手 故此有人为其奔走游说 这两部分人 犹如御蚌相争 万利地 就是将御蚌 一起捉到的渔翁 看上去万利地 二十多年不见朝臣 并不意味着他放弃权力 他常常把陈下的咒术留中 既不交内阁合议 也不明确表示意见 而是静观其变 万利地将两陵案件定性为互相攻击 磕道官不予一力反对 一些大臣也随波逐流 可以说反对的呼声甚高 面对这些意见 万利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对不顺从的磕道官进行惩处 这是他前更独断的表现 自张居正死去以后 已经没有人能够左右万利地的意志了 万利地不见朝臣 要保证天威不可测 就必须大臣独揽 所以他容不得陈下指出自己任何不事 至于两陵是否互相攻击 这原本不是什么问题 关键是陈下竟然敢否定皇帝的意见 也就无怪乎 刚毕自用的万利地毫不阔强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再见 周三是皇帝亲信脱和其的家奴 为改变自己世代为奴的命运 他精心策划了一场科举舞弊 要帮儿子考中举人 可是看似天衣无缝地精心谋划 最终为何会被康熙皇帝获知的真情 在明天的节目里 南开大学百话将为你讲述 自己作病皆备战